在吉林省农安县巴基磊镇四河村的小广场上 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 每个人都拿着自己创作的诗稿 你一句我一句 妙语连珠 笑声不断 这在当地是经常出现的一幕 记者近日到四河村采访看到 揭露两侧的墙体上都刷着诗画 非常有特色 据了解这些诗作都是出自村民之手 我做起没有具体的什么任务呢 提升限制 近情近景嘛 刚刚碰到一个开一个会议了 会有什么大型活动了 看两人丰收的影像了 这都可以 河南电视新闻 他说河南市在了 全国人怎么救援了 国家怎么救援了 老百姓怎么先行了 我记性就来了 就想把它写出来 原来广城城所在的巴基磊镇 有着悠久的诗歌文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曾被原中国文化部命名 诗乡 当时巴基磊镇的诗歌创作高潮迭起 可谓诗乡无处不飞歌 男女老少其上阵 对歌赛诗极其普遍 一时间涌现出一大批农民诗人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诗乡巴基磊镇的广大诗歌爱好者 紧跟时代潮流 越来越注重把握时代脉搏 把诗歌作品与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大事 钥匙结合起来 欧歌时代 畅想主旋律 我写诗已经几十年了 每写一首诗 都是反映了我家乡的变化 最近已经写了能有上千首诗 这千首诗 也是我家乡发展整个过程的一个见证 战俘贵介绍 村民们常把纸笔放在炕头 揣在兜里 有时候在田间老作时突然有了灵感 就随手写下来 大家都细心观察着周边的生活和变化 通过作诗抒发自己的情感 寻找快乐 现在为了满足广大诗歌爱好者的需求 巴基磊镇成立了巴基磊诗乡诗社 并编辑出版了巴基磊诗乡诗集 满园草绿百花香 面向全国发行 这些带着泥图儿的诗歌 成了中国乡村巨变的一面镜子 此外 巴基磊镇还利用自媒体优势 打造了巴基磊诗乡微信小程序 吸纳了诗域内外诗歌爱好者 4202人 平台已收录作品6640个 诗歌创作风从巴基磊镇刮向了其他乡镇 接下来呢我们也依旧会利用好我们的诗社 利用好我们现在的新媒体 逐步把壮大我们的这个队伍 然后传承我们诗乡的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